当时正值鼠年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去南部工作 然后我就看到 就觉得这个好特别 然后就还很多老鼠在上面 明年刚好是鼠年 对啊对对 所以就已经 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这个东西很特别 然后就想说 怎么这么多老鼠 在那边觅食的感觉 我就期许说 我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倒出秘词 蛮有趣味的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买起来 其实也蛮 不会很贵 几千块而已 但是我是还是想知道它的价钱 因为它的雕刻 其实还蛮精细的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是说你今天带来 都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吗 可是我看到 你又找了一个几千块的来 你不要没差我时间啊 这个就是 我看到它的潜力了 好 建设 下一位 几千块 几千块 变成几万块的价值 对 说得也是 对 不一定很难讲 因为有时候会 在跳槽市场 会找到一个宝物嘛 对不对 而且 雕得很 很精细啊 很精细啊 有大老鼠 有小老鼠 有幼老鼠 有刚出生的 有已经长大的 不错啊 聚才的感觉啊 聚才 对啊 老师命有很难受 为什么是这么命有很难受 没有 它雕得蛮好 对 阿娟讲得还错 雕工还不错 那这个木头本身啊 是什么木就很重要 你这个是什么木吗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对 因为我只是看它的造型 还有它 还有雕刻的 那个工细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它其实应该是 蛮贵重的 小老鼠存了不少食物 这些食物是什么 令狗的块 里面啊 很像令狗 感觉对 梨子 梨子 对 好 希望来年数年 两位能够大丰收 我们来建价 刚好明天又是数年 来 老师请建价 一千元 一千元 对 是吗 你现在直接把它丢了 一千元 这个是这样啊 你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这怎么说也雕光 多千也不止吧 这个是木雕嘛 对 对 但是这一件 它是从木雕里面在翻模 在做成这样的一个树脂 它是树脂做的 你注意看 它没有木纹的感觉 它是树脂去灌的 一方面如果是木雕的话 不会这么重的 很重啊 对 可是我就是因为 感觉它很沉很重 以为就是很贵 以为就有价值 对 很有价值 它这个东西是树脂去灌模的 那如果它真的是木头科的 那就不得了了 木头科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纹理 很像是黄羊木 那就很贵了 对 我当时 但如果是黄羊木值多少 如果黄羊木这个就要 十万块以上 对 我当时 我可能是不知道材质的问题 对 我都以为它真的是木头 木头雕刻的 十万块以上 如果是黄羊木 差很多 一千跟十万 那材质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那时候还是不清楚 对 一百倍 差很多 一千块 我都以为是黄羊木值的 我都以为是黄羊木值的